平大妈报警后 民警调出了周边监控 有了发现 有个三轮车上面 三轮车上装了满满的一个一车大白菜 之后民警通过多个监控多个角度 成功梳理出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 并锁定了嫌疑人杜某 杜某在一家保洁公司上班 案发后已经回老家了 他自己回老家了 吉林老家 那么后来我们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 那么他回老家回来之后 嫌疑人自己上门来我们派出所自己来投案了 杜某承认自己犯了错 还告诉民警 其实自己认识平大妈 你拿人家的白菜 人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是我 我不计他是知道的 他不知道他咋知道 他咋知道的 是我找到你的 你咋知道的是我的 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段要多少 你就大妈 杜某还向民警求情 说丈夫这几年身体不好 他偷完大白菜后 丈夫的病越来越严重 两个人就回了吉林老家 刚回去没多久 丈夫就病逝了 因为我老公死 刀于我很同情你 但是没办法 公事公办 我要对得起我身上穿着这身警服 每个人都让我网开一面 我就警察还当不当了 你咬住阿姨想的 我没办法咬住你 我跟你说了 我是执法人 执法执法 我特意拿来给你看了 我老公也是这些年病不痒痒 我家庭过得也不好 我心里 随便弄几盒我就弄搞 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了 你说说吧 把详细情况讲一下 人家和我哥刚刚透透了 都没爱吃白菜 腌着甜菜 随后民警来到杜某的宿舍 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大缸腌好的大白菜 当时我们到现场也是满满的一缸 一颗白菜大概五六斤左右 我们从现场视频监控来看 就是满满的一个三轮车 我们普通农村那边的那种三轮车 大概也是四五百斤左右 案子破了 杜某因盗窃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三天 但凭大妈的损失该怎么补偿却成了个问题 报警人是要拿新鲜的蔬菜去卖掉的白菜 那么现在已经变成这个烟白菜了 那么我们也在给你们协商 以同等的金钱来补偿 如果是报警人说同意接收这个烟白菜的 我们也可以以这个形式来补偿一下 烟白菜的单价应该比 要贵 要贵 因为它毕竟有制作的工艺在那边 1818黄金也记得报道